2011年卷2 第一題 這個鋪園想分析遊客的數目 遊客的數目就儲存在一個陣列叫 Na 裡面 面前有一個指程式叫 Phymax 找到陣列當中五個數最大的數值出來 將它轉成 C 的寫法 首先有一個 M 等於負一 這個是裝著最大的數值 I 等於一 每做一次就是 I 加加 於是我就可以做完五日 我們假設 N 的數值是 5 而數據分別是 25, 20, 30, 40, 40, 35 等等 上面是 I 的數值 I 是 1 先,然後 I 加加 只要 I 是小個等於 N 的話 都會執行裡面的句子 如果 Na i 即人數 是大過 M 大過 Max 的話 就將它兩個數調轉 一共會做五次 首先 M 等於負一先 我們看看情況 對方 Na i 一定是大過負一 所以將它兩個調轉 變成 M 等於 25 而 Na i 等於負一 第二個數是 20 20大過 25 所以沒有變也是 20 下一個是 30 30大過 25 所以將兩個對調 變成 Max 等於 30 I 加加加加 4 第四個數 Na 4 大過 30 所以我將它對調 而最後一個 35 大過 40 所以保持不變 最後結果 如果放置40,就是最大的數值 40已經不見了,已經換了出來 換上去的是負1 同樣地,如果執行第二次 結果會多了負1 而max會放置第二個最大的35 這個指程式叫Findmax 每次要找到陣列當中最大的數值 第二個指程式叫MySort 就會將na的數值排次序由大到小 將它存在nb的陣列裏面 即是由na抄過nb,排次序由大到小 所以做法就是將na的陣列做五次 每次抽出max 下次再抽第二個max 把它save到nb 於是program就是j1,然後j++ 於是做五次 做什麼呢? 首先找個max findmax 然後將m最大的數值 save到nb 這個做法就是由大到小排列 第3題 就調轉 希望由小到大排列 於是怎麼做呢? 同樣地都是findmax 不過最大的數字不是放在前面 而是放在後面 所以用n-j加1這個索印 問題D 如果我們用findmax這個指程式 就去找電費 過去五個月當中最大的一筆電費 應該怎麼做呢? 電費是用負數去表示 負25、負20、負30、負40等等 用findmax去做的話 m的最終值是變成什麼呢? 另外有什麼錯誤會發生呢? 你記得findmax的做法 如果n-j大於max 就將兩個數字調轉 於是我們看看n-j 每一個數字能夠大於負1 所以最終值是負1 而所犯的錯誤就是邏輯的錯誤 因為我們找出這個max 負1根本不是真正最大的數字 因為負1這個數值 在五個數當中找不到 既然這個答案是錯的 如何去收據findmax 令到找到最大的一筆電費呢? 方法就是 將這句n-j大於max 改成小於 可以找到正確答案-40 出來的了 谢谢大家